107年公告地价出炉 平均跌幅42.07% 朝西温泉公园票价调整明年元旦实施 三星国小棒球夺冠地方颁奖金鼓励 宜兰邮局推出了今早礼盒 送爱心到阿宝资金会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夏如 感谢你收看今天12月13号的宜兰新闻 新闻一开始要告诉你的是 明年的底价 而县府今天召开地价评议委员会 公告明年土地限值还有公告地价 结果公告地价平均调降0.22% 而公告地价则是调降42.7% 另外全新帝王仍是坐落在罗东镇的新东路874地号 县政府表示 107年公告限值和公告地价的评议标准 主要是参考去年的土地交易价格 因为去年的成交价平均下跌0.22% 因此107年的公告限值和地价呈现负成长的状况 公告地价的部分 那我们今年调整以后会作为107年跟108年科增地价税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这一次的调整最主要是参考去年的整个市场的行情来做合理的调整 那我们整个去年的土地的市价的行情 那在建地的部分是比较抗跌 那稍微略涨 那在农地跟非建地的部分 那是下跌 所以我们在平地公告地价的时候 那我们整体的涨幅是呈现下跌的这个状况 县政府也进一步表示 105年的公告地价分为建地和非建地 建地以市价11%来计算 非建地则是以30%来计算 不过107年回归平价机制 通通以市价11%来调整 结果建地的调幅为2.76% 非建地则是-64.99% 我们今年在平定公告地价的时候 我们是全县的土地都用相同的比例来做调整 也就是不再去让农地跟建地用相同的这个比例来调整 那全县的土地用占市价的11%为原则来调整这个公告地价 那因为全县的土地在去年整个市场行情的调查结果是下跌的 所以我们在平定整个公告地价的结果 那全县的平均的公告地价 那跌幅是42% 那这样子的部分 我们会作为整个明年公告地价的一个基础 那会在明年1月1号开始来试用 至于全县的地王仍坐落在罗东镇新东路段874地号 以美平149万的土地限值残联帝王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 另外要调整的是县府在去年9月份接管朝溪温泉公园 并投入资金来进进设备 因此票价也会有所调整 原本全票是80元半票是40元 价格是不动的但要归类为县民价 而万县市民众收费则是调涨50% 新的收费办法已经修正完成了 明年元旦会开始实施 县府在去年9月强制接管江西温泉公园之后 便投入300至500万元的经费 更新园区电器设备 强化糖污安全等 而且重新开放后 泡汤票价也比委外经营10低 全票为80元半票40元 去年的11月17日 我们温泉公园里面的森林风里 那由新政府收回来自营 那我们在营运的第一年期间 我们原本就是针对全票是80块 那优待票60块 那半票是40块 不过为了反映成本 县府将调整票价 原本全票80元半票40元的票价为宪明票 另外制定非宪明的收费标准 全票为120元半票60元 那经过了一年的营运 因为我们有着五星级的 整个五星级的贪污设备 我们的风里的设备 绝对是五星级的 那是全国最好的风里 那同时也有着交需最好的水质 所以在这样子前提下 我们横租了过去一年的金银的结果 那我们认为说 第一个我们要继续照顾县民 所以我们在县民的全票的部分 维持在80块 那县民的建老票跟儿童票 县民半票的部分 那继续维持40块 那另外我们在非县民的部分 我们基于整个使用者付费 我们基于整个珍惜温泉水资源的部分 我们把非县民的全票调高到120块 那非县民的半票就调高到60块 新的泡汤收费标准已经修正完成 从明年元旦开始实施 宜兰新闻记者黄珠汉从不到 宜兰的孩子有够棒 三星国小棒球队参加第24届光怀杯棒球邀请赛 最后在24队当中脱颖而出 拿到了冠军 为了鼓励这些小选手还有教练们的用心 议长陈文昌还有代表会主席等人 今天也特别来到学校颁奖金鼓励 三星国小棒球队日前参加了 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 所举办的第24届光怀杯棒球邀请赛 经历了6场应战 从24队当中脱颖而出拿下冠军 为了鼓励这些小选手跟教练的用心 议长陈文昌跟三星代表会主席陈文昌 以及地方人士 特别颁发奖金鼓励 两年之后今天第一名拿到冠军 就是光怀杯的冠军 我们感到很高兴 很幸福 感到很有能力 所以这边棒球协会的会长 李清吾李董事长 准备来看大家 就是大家师储的奖金 包括教练 包括各位小选者 然后跟大家来鼓励 大家很辛苦 教练拓练 我们今天我们每天都在冠军 每天都在冠军 晚上我来看你们就是 你们人是在打球你冠军 晚上在学校舞蹈 老师就要帮你们做功课 特别高兴 特别来祝福 特别就是棒球协会 我刚才说了 把你点点奖金来鼓励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对于地方人士的支持 教练黄玉祥感谢各界长期队 三星棒球队的相挺 而选手们也很开心 可以获得冠军 让平时辛苦的练习 有很好的成果 是靠拓城实业的董事长 还有中信 就帮忙我们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每年 这样花费 出去比赛的经费还蛮多的 因为车啊跟住 对对对 因为就是 像我们就是 常出去比赛 让小孩子 多有一些比赛的经验 对才有办法说 跟人家跟外面的球队可以互相比较高下这样子 地方像议长他们都会帮忙这样子 都练四五个小时 每天啊 就我们四点放学完 然后就一按议到六点 然后晚上的时候还要打起 很开心 然后可以跟队友一起比赛 然后一起夺冠 谢谢教练 他不知道我们练得那么好 然后打冠军 棒球运动的基础培养很重要 但为了让选手们可以增进球技 不仅靠平时苦练 外出比赛更是重要 但交通住宿等费用 以及球具球衣的消耗 单单靠学校有限的经费实在不够 所以需要各界的支持跟赞助 才可以让棒球运动从小开始扎根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导 还有宜兰的金钊是相当的出名 而宜兰邮局为了协助地区来推展 金钊农特产品 并且做爱心 特别推出了金钊礼盒 每盒是299元 而每一盒都会捐出10元给阿宝资金会 11号开始一定12月18号就会出货 宜兰邮局大湖底休闲农业区发展协会合作 推出目前盛产的当季水果金钊礼盒 内含新鲜的金钊两台金 以及金钊密件300公克 由阿宝教育基金会的学员协助代工包装 特惠价每盒为299元 每卖出一盒宜兰邮局就捐10元给阿宝教育基金会 而另外橘子箱业者也响应每盒捐90元 宋爱心给这些漫非天使 基金会的一些漫非天使 他们来包装 还有一个橘子箱的 他们的一个密件的赞助 所以就是可以形成一个非常精美的包装礼盒 那这些金钊呢 他是透过检验都是无毒 非常安心 可以让我们的食用者消费者 可以安心的来食用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采买 来采购 那这个如果我们有卖出一盒的话 我们会捐10块钱给这个阿宝基金会 给这些漫非天使们来赞助 做一些公益 今年这类特别的活动 武华董家邮政总局这边合作 然后呢我们的邮差 最温馨的邮差 大家都实在邮差 带着我们宜兰的这个金钊 还有车够的 还有我们最后的密件加工 它来做成连接礼盒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中华邮政公司长期以来 一直关怀全国的农特产品行销 提供邮政商城平台 让全国各地民众 都可以透过网路订购到农民 辛苦栽种的甜美果实 不但销售的管道更宽广 同时邮局以叫优惠的价格向农民收购 使农民的收入更稳定 并且让弱势团体得到照顾 我们的孩子最擅长的就是包装 所以他们一听很开心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要的 是的 我们孩子可以做好 很好的包装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包装的话 从里面到外面 不是经过孩子的民所做的 他告诉我们 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做事情的 虽然他们有一些障别 障碍了他们的 就是磨身能力 把金藻推广出去 也可以帮助这些工艺团体 我个人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邮政总局的推选 应该会筛选出最有品质的金藻 可以代表这次的产品 所以说 我们大概也很有信心 把这个最好的东西 配合这次的活动 推广出去 中华邮政今早礼合 从12月11号起开始预购 12月18号开始出货 与全国各地民众来分享 在地农民的优质农特产品 同时帮助漫飞天使快乐的成长 发挥爱心为公益尽一份心力 接着来看寒冬送暖的消息 这鸿杠老人福利基金会 结合在地连锁超商 共同举办了寒冬助老 客不容缓的 牵手独老购物区的活动 邀请30位平均79岁的独居老人 在圣母护专学生的配同之下 来到了卖场添购日常用品 让这些很少外出的长辈们 有机会走出去来接触人群 数十位独居老人 今天在圣母护专学生陪同之下 来到宜蘭市某连锁超商买东西 有人买奶粉 有人买卫生纸 为自己添购日常用品 今天是在我们市区的文化店 这个要来采办联合 有三十个 三十四年十六月 三十个志工 要来背我们五十几个 阿公阿嬷来办联合 来办联合 我们这不只是在我们宜蘭办 我们对我们宜蘭一直到密宗 都会办 洪道老人福利基金会表示 寒冬助老活动 除了为独居老人添购日常用品之外 还包括除旧布新 送年菜 回炉 走春等等服务 我们老公来帮忙我们这个独居老人 来招来面 我们过年要招了 我们总是要来面招一个清晴的 还有跟我们园楼 我们的母子联络饭 还有新春 过这儿阿公阿嬷 去留学拜拜 走春 这都是我们寒冬助老 各不同的一系列活动 今天的活动中也有许多善心人士捐赠存钱筒给基金会 作为关怀弱势长辈的费用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 原三内城社区今年向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来申请经费 开办内城染工坊 邀请讲师来教导学员们染布的技巧 经过七个月的时间 学员们染出一身好功夫 今天也在社区发表成果 社区婆婆妈妈合力绑布 技法不同 染出来的花样也就不一样 完成后还要放进染料中染色 半小时捞起拆开 美丽的染布就这样完成 这个研究 因为头上我们摆着 老师教 马上就快去做 快去做 做完之后就说 土业失败 土业不好 现在拿来就要拿改 对 对 很好玩 这是原山内城社区今年所开办的内城染工坊 开放社区民众报名学习 十六位学员不分老中青从色彩学学起 进而认识染财健康到最后技法的运用 染出一块块美丽的作品 而且还进一步缝纹成围巾衣服 今天也在社区展览让大家看看学员好染工 我们这一次的上这个课程实际上我们是从五月份 应该说今年今年的三月就开始在规划这个案子 那透过几次的讨论跟社区民众跟社区志工这些妈妈们 讨论的结果之后我们决定就是拿国立台湾公益中心的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才开始实施到现在从六月开始上课到现在已经上了十三堂课 那十三堂课的部分来讲的话除了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围巾 所以看到的有这些丝巾还有衣服的作品之外 还有一些帽子还有凶花 然后透过不同的染材 那这个不同的染材里面有包括我们在地的鼠狼 还有洋葱皮 还有服务 还有大夜懒人 然后这些不同的染材做出来的不同的色彩的一个作品 那在十六个学员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总共有近百样的这样的作品展现 今年完成染工方培力计划 社区明年度仍会继续争取经费 拟定进阶版课程 把作品变商品 发展社区产业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从不倒 北区精英国际统计会结合了罗东人和社区 利用闲暇之鱼 手工缝制了两百零六只可爱造型的袜子布娃娃 预计圣诞节前夕要把这些娃娃送给县内身心障碍的特教生 希望透过守住的温暖 祝福这群特教天使健康平安的长大 百福娃娃乐灵旧 爱你 由北医区精英国际统计会所发起的 百福娃求平安活动 建议在罗东文化工厂展开 统计会特别结合了罗东人和社区的社区妈妈们 以可爱造型的袜子手工缝制成布娃娃 而会长吴美慧表示 特教的孩子成长过程 比起一般人还要辛苦 所以希望可以借由这份温暖的礼物 来陪伴这群特教天使 在今年也剩下18天 今年106年即将过去 所以说我就跟我的好朋友 蓝理事长跟他说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来为小朋友们 就是说可以办一个圣诞节的活动 他当时告诉我说 我们可以来制作娃娃送给小朋友 在这平安夜的前面 我们可以来赠送娃娃给小朋友 所以说我们就结合了 我们的人和社区的爱心妈妈 一起来缝制这些百福娃活动 所以这个活动其实是叫做爱女友 因为小朋友都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 大家来缝制这些娃娃给小朋友 一针一针的这样缝制 代表说我们对小孩子的用心 那也希望说借着我们这次活动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爱心 这次同纪会发起的 岁末寒冬送暖活动 特别缝制了206只布娃娃 取其谐音206爱你哦 儿童纪会也预计在圣诞节前夕 把这些布娃娃送给 宜兰县的身心障碍的特教生 传递手作的温度 祝福这群特教的孩子们 健康平安的长大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 新住民在宜兰的人数使日益增加 而移民署在宜兰服务站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 各民族的服装文化 在服务站的大厅 举办围棋一周的多元民主服饰站 展出泰国还有越南等等5个国家 共有19套的服装 除了为移民节来暖衬之外 也要让洽工的民众更加认识他们的文化 移民署宜兰服务站的多元民族服饰展 今天起在服务站的大厅来登场 为期一周时间 新住民的姐妹们 特别穿上这些各族以及国家的传统服装登场 展现浓浓的异国风味 我们希望藉由服务站先念的服饰 让民众多了解一下 身在你周边的这些民族 这些姐妹 这些移民们 他们所穿着的服装 他们服饰所代表的一些意义 那也让他们这些先念 而且漂亮的衣服能够让更多人了解 那在这个移民社会的大荣卢里面 大家能够互相的包容跟尊重 这次总共展出了大陆八个少数民族服装 以及越南 泰国 柬埔塞及俄罗斯等 国家的传统服装 共有19套 并让这些新住民的姐妹们 穿上与其他不同民族及国家的服装 感受是非常新奇 我介绍就倒出来 旗袍就是一种非常传统 类似我们现在很多场合 人家都会穿着旗袍 因为它类似就等于是 我们中国的国府一样 人家讲的 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一般是分布在我们的新疆 并且维吾尔族也是以医师兰教 然后她并且是个能歌善舞的一个民族 这个姐妹是传族 是我们传族 传族是我们中国大陆少数民族中 有一千多万人 算是人数很多的一个民族 然后我今天让她穿我们回族的服装 回族也是在宁夏 大部分在民族 他们也是看到那个 皇族哥哥里面的香灰 她就是回族的 他们也是姓伊斯兰教 谢谢 然后我们这个姐妹 她是汉族 可是我让她穿哈萨克族的服装 哈萨克族也是在新疆跟甘肃那边 今天我穿的是我们那个朋友的泰国的国服 然后因为我们就感觉是很兴趣 因为第一次穿的那个泰国的服装 感觉很好玩 然后又是很漂亮的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越南人比较保守 所以本来就是要落背 今天我就会穿一下背信这样子 移民署宜兰服战 希望借此拉近大家的情感 而相关的展品也将择起 移到宜兰收容所来展出 也呼吁新住民的姐妹们 在12月17号上午9点 西家带券一起到台北市的228纪念公园 参加2017年新国力新赔力的移民节活动 宜兰新闻记者是世民采访报导 以观光名义来台的大陆真姓女子 5号下午前往光复路 有一家卖场购物 没有结账就离开了 经过店家报案之后 新民派出所在8号晚间执行情务时 发现嫌犯 并将她带回证讯 嫌犯也坦承犯案 全案移送地检署证办 警方表示 大陆籍的真姓女子 12月初以观光名义来台 并占助宜兰市友人家中 这个月5号下午前往光复路 抹身火管购物 没有结账就离开 并且在8日晚间 被新民派出所的园警发现 带回厘清案情 12月5号的时候 有一个来台观光的女子 那她在我们的生活 就是生活用品店呢 因为没有结账 然后就提了一栏的 大概是一些女性还有一些生活用品 然后就直接就走出去了 然后后来呢 就是我们巡邏的园警 就是眼睛有发现这个 这个女子 然后后来就把她带回来 然后也切到这个寒书法办 她所切的物品 大概就是一些比较 比较女性私密的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 那她就是 其实她是跟另外一个女子 一起来购物 但是另外一个女子 她有结账 那这一位观光女子 她就是直接就提了一个购物 然后提到外面去 然后再进来店内 再拿一个袋子 再去把它装起来 所以她可能是一时的贪念 没有结账 警方进一步表示 她拿走的物品 大都是女性私密用品 总价值约5000多元 警方在征讯后 一切到最嫌 将真女寒送宜然地检署侦办 宜然秀文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道 消防局今天下午3点40分 接获东三乡德行九路发生工厂火警 出动了马赛 东三 武捷 还有罗东 以及苏澳分贝来进行救灾 现场是15吨的甲本潮气爆火警 所以火性相当的大 有一名伤者全身90%灼伤 也送往圣母医院来急救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 今明两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北部还有东北部天气偏凉 其他地区早晚较凉 而冬奥岭24小时累积 雨量已经达到了豪雨 降雨持续当中 行进舒华公路 请小心落实摊房 最后来关心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明天宜兰地区是因时多云有雨的天气情况 降雨几率是相当高是90% 气温是17度到19度之间 记得来关心雨业气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 我是蓝夏如 感谢你收看 祝福一切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今天更加热不干等 类似冬 renewed daqui多两天 这是loban的 月 klim 寒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